你的狀態是幫助他解決問題 所以指導性會比較強 譬如一個老師幫學生解決問題 他不明白 教他這樣 是有很強的指導性的 為什麼怎樣怎樣 你這樣錯的 這樣才對 這個我們叫指導性 但是如果是以人做中心 如果一個人都有能力解決問題的話 問題不是中心的話 是人才是中心的話 副導的狀態只是做一個協助者 是幫助那個案主 將他自己本有的潛民發揮出來 僅僅是這樣 就不會有剛才說的那些 幫他解決問題 所以著重的就是非指導性 因為這裡沒有所謂對錯的 每一個人既然有能力解決自己的問題 我們做副導的目的就是協助他自行解決問題 這個就是最不同的地方 就是在整個輔導的那個角色裏面很不同的 所以甚至很多很多其他方面 都跟傳統輔導不同的 譬如不著重講知識和理論和技術這些 這些傳統的就是其他的心理輔導 就是我們頭兩講呢 就是大家會發覺是很著述這些的 譬如佛樂醫德 很多技術的很多理論 怎樣free association這些 怎樣移情作用這些 很多學說很多技術 幫助一個client去解決問題 或者上一講講認知行為 心理輔導也是的 很多很多 就是有講知有講情有講意 很多技術的 譬如甚至要做功課這些 學 homework 幫一個人去鍛鍊他的意志力 或者認知這樣 很多很多這些技術 但是在羅傑斯的人本主義的心理輔導 就全部都不講的 不講技術的 不講理論的 最重要講什麼呢 就是講輔導員的態度 怎樣輔導一個client 什麼態度 這個最重要 所以不是技術問題 不是理論問題 最重要你懂得關心這個client 你是體貼的意思 你是了解他的想法 你是讓他感覺到人是互相關懷的 如果他充分感受到這種 就是與人之間的關懷的時候 他就有能力 去將他的潛能發揮出來 是自我實驗的 所以這裡著重的 就不是知識 不是理論 不是技術 而是輔導員的態度 那種關懷的 親切的 那種態度 這個是最重要的 所以那個輔導關係 都是一種很特別的關係 一般的輔導關係 就是之前我們那兩講講的 我們可以說是不平等的關係 因為剛才講過是有指導性 但是是跟關係的 是輔導員去指導 或者去教導一個案主 去怎樣解決問題 所以是不平等的 就像老師和學生 我們不可以說平等 我們說老師教學生 不能說學生教老師 是吧 反正我們說錯的 但是在羅傑斯說他的 人本主義心理輔導 輔導員和被輔導者 就沒有這個上下的關係 為什麼 因為大家都有人 大家都有一個潛能去解決問題 這個沒有分別的 這個分別 就是一個client 他那個潛能是受到外罪環境障礙 我們協助去了解自己這些情況 最後他自己解決問題 所以這個以下就是完全平等的 一種平等的關係 沒有上下 沒有一個是權威不權威 沒有一個是有學識 沒有學識 完全沒有分別的 就是完全平等的關係 這個就是在另一方面反映到 這些方面有沒有問題 另外就是 輔導員的質素 也都是很不同的 就是比起傳統的 其他心理輔導 很不同的 比如這裏 羅傑斯是強調三方面的 分別叫做一致性或者真性 就是暴條件的正面關懷和接納 另外就是正確的同理心的了解 我個人覺得 其實這些分不分無所謂 就是最重要的大體 明白的意思就可以了 因為這些不是很清楚 clear cut的三個 道立不同的概念 其實都不是的 他講完就是關懷愛護 差不多都講完了 但是 將他的講法分開講 大概都可以的 比如你說 一致性和真誠 什麼意思呢 就是羅傑斯強調就是 就是輔導員是要很真實的 他心目中所想的 就是要說回那些事情 如果輔導的時候 明明不是這樣 他是說一些 就是口是心非的事情 那目的是什麼呢 就是令到那個被受到者 或者案主 是可以很真實的看回自己 就是輔導員輔導他 是一種示範來的 我這麼真誠對你 你看到什麼叫做真誠 對自己也要真誠 因為很多時候 很多人不敢面對自己 有什麼挫敗的時候 就可能自我形象很低 那樣 不敢欺騙自己 那樣 輔導員有一個真誠的態度 令到你看回 我自己真誠的情法是怎樣 完全沒有虛偽 說回自己想說的話 比如這些 所以就很不贊成 就是 如果輔導員 和那個家人 是很不協調的時候 就是羅傑斯認為 就是不可以做輔導的 比如你很討厭那個人 你在輔導的時候 不可以表達到你對他有正面的感受的時候 你做不到輔導的 比如這些 那就是作為真誠 或者一致性的意思 第二就是無條件的正面關懷和接納 這個很容易了解 就是說 做輔導人最重要的 就不是指導 那個案主是怎樣做 最重要是聆聽 他講些什麼 聆聽他的感受 和對他的所想所做 是很充分的關懷 很充分的去愛護 比如這些 那這個就是 第二方面的素質 這裏有一個示範作用的 所以這個其實很像中華作朗講的感召 所以輔導其實不是一種教導 是一種人格的感召 就是這些 就是我對你真誠 你就不能對人 或者對自己真誠 我呢 是關懷你 你也可以關懷自己 因為自己都需要關懷自己 比如這些 其實一種這樣類似 中華作講 人格感召這些 所以無條件的關懷接納 其實都是一種這樣 就是人格的一種感召 這個無條件 都要解釋一下 無條件的意思 比如有讀西方哲學 譬如康德 他講道一哲學 這個應該很容易了解 無條件 uncondition 一哲德的道一哲學 最著重講 所謂無條件的定不論理 uncondition uncondition paticological unparity 律定就等於講道德原則 這樣 定不論理 跟那本道一原則沒有問題 沒有什麼分別 至於為何叫定然呢 就是 為何叫無條件呢 意思就是 說道德 是不以任何道德以外的事物 或者意志以外的事物 作為行道德行為的條件 為了某些好處做好人 或某些好處做善行這些 這叫做有條件 如果為那件事有價值去做呢 就叫做無條件 關人壞人都是的 無條件的關為 意思就是說 是我們關心人 不是因為什麼事 就是外在於關懷本身的任何事 譬如有什麼好處 我關懷他 因為他比起我 譬如這些 這不叫無條件 無條件就是 無論他怎樣去對我都好 就單單因為他一個人 我關懷他 譬如這些 我們叫做無條件的關懷 另外也是一種非佔有的 就是很強調是一種非佔有的 非佔有的意思就是 不是當他是物 不是當他是對象 好像我擁有了他那樣 而是尊重他個人 就是這些 那就是所謂無條件的 正面關懷同照 主要的意思 另外第三 就是正確的同理心的了解 同理心我個人認為 就好像儒家說的參之心 好像儒家說的參之心 不同的地方 就是被他著重人遇到苦難的時候 我們對人那種同理心 但是這裡說的同理心 就未必人遇到苦難的 總之人家有甚麼想法 有甚麼做法呢 我們是代入人那裏去了解他 這種就叫做同理心 所以同理心最重要的是 能夠將心比心 就是去了解對方 是想些甚麼做些甚麼 知言之類 那這就是第三方面的質素 那這裏就是羅傑斯呢 講心理輔導呢 最重要的內容 其他那些都是知誌來的 這裏就是時間問題 我們不多說 或者是轉回大家 那裏有個問題 就是對於剛才講羅傑斯 他講的人性論 和他心理輔導的學說方面 我覺得B那點呢 可能其實沒有你講得那麼深的 哈哈哈哈 所謂的無條件的正面關懷呢 就是說呢 沒有一個價值取向的 你說那個呢 就比較很深入一個 叫做那種的道德的體現 哈哈哈哈 那種的情況呢 就是哲學的註言下去的 就是心理學基本上 沒有去到這個水平 那無條件的意思就是說 那個人本來很討厭他 他做那些事很討厭他 很討厭他 我昨天說 我會永遠就是 把文婦留下來 你會想問他